不久前,有人在机场外拍摄飞机起落时,发现一架波音737 800克机,在拉屏中左右摇摆,逐起落架接地后,左侧的一艘小翼竟然断裂飞出,让人感到十分困惑。 从视频上观察,原来这架飞机遇到了左侧风在向左修正,但拉屏时,机身又变成右倾,右侧轮子重接地后,左侧轮子才跟着接地并弹起减速板。 就在这时,一艘小翼断裂飞向侧上方,落在十米开外的草地上,这次着陆让乘客们感觉做了个屁股蹲,不仅客舱里背盘狼藉,左侧小翼也断了一多半。 为了找到小翼断裂的原因,我们来到跑道头,观察飞机降落,只见一架波音737糊糊悠悠地落了下来。 由于机组二人吵架怄气,疏于操作,一部流神最大接地率竟达到每分钟600英尺。 主轮接地0.3秒前后,垂直速率超过3米每秒,最大接地过载超过2.6G,触发了事故报告,而客舱里也是人仰马翻,乘客的各种叫骂声响彻云霄。 但即使这样,两个小翼依然完好无损。 等这架飞机划出跑道,一阵左侧风就刮了起来,此时又有一架737-800落了下来。 这架飞机采用修正偏流法禁忌,向上风方向登舵,让机身侧滑抵抗侧风,将主轮保持在跑道中间,同时维持大翼水平,像螃蟹一样打横下滑。 在近近末段拉平时,又采用侧滑法接地,向下风方向登舵让机身回正,同时向上风方向压杆,使左翼下沉来对抗侧风。 这样飞机左轮就会先接地,但侧风突然增强,吹得机身向右倾斜,结果让右轮快速接地。 于是飞机的重力和轮子的支持力形成利偶,推动机身绕右轮旋转下落,这时左轮也碰到地面,接通了地空电门,欲为减速板弹起,机翼失去了生力,导致沉重的机身继续绕着减震支柱已经压缩的右轮旋转下落,使左起落架支柱快速压缩,然后右向上弹起,这造成左翼的一根,绕着右轮上下振动,而机翼又具有弹性。 当一根减速到下支点时,左翼的质心由于惯性作用还在下行,变成了下弯,直到一根上行后产生了足够的弯矩,才开始带动左翼的支点向上回弹。 此时靠近一根的支点,需要带动外侧较大质量的机翼上行,以致回弹的加速度和位移都较小,而远离一根的支点,只带动外侧质量较小的机翼上行,因此回弹的加速度和位移较大。 但是在小翼上,支点的回弹加速度和位移距离,比旁边一肩附近的支点显著放大。 回到正常位置时,运动速度也比肩处的支点大得多,这时被减针支柱弹到最高点的机身开始下落,使上行中的机翼出现上弯。 于是大速度上行的小翼又以放大的向下加速度剧烈减速,这让小翼的刚度无法抵抗,过载而断裂,上半部分被甩向空中。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,原因在于一梢小翼的第一自震频率和装着一定质量没有的机翼。 当前的自震频率相近,同时又和一根上下震动的频率接近,这样小翼的震幅才会比一烧触大幅增加,形成剧烈过载而断裂。 这种现象被称为鞭烧效应,同理当地震的面波到来时,如果一个大楼顶部有附加的突出建筑物,其自震频率和大楼主体的自震频率相近,同时又和地震面波的频率相近,那么大楼上的附加突出物就等同于机翼上的一梢小翼。 在地震中突出物的阵幅也会比大楼上部的阵幅显著放大,出现鞭烧效应,使突出物更容易在较大过载中损坏而有效的方法,就是改变这部分建筑的第一自震频率。 比如在顶楼附近修个游泳池子放满水压城,再不济就弄个大铁球挂在顶上,以消除鞭烧效应。 因此这个案例告诉我们,小翼断裂只是飞机接地的弹跳频率导致的巧合而已。 根据笔者的经验,有时客机不小心以4到5个G的垂直过载,光当一声砸到跑道上,小翼也是完好无损,而且他还会摇晃着,向正欲发作的乘客们招手致意。